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蕭良彬 今天早上參加台北企家義民坐 他是打打來打去遊行 蕭良彬共町很高興和鄉親 再會來打這個打 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蕭良彬 是在南港萊鵝總部今天成立了這個場 外面就是一個文汪山 蕭良彬是說蕭良彬的政策錯誤 向南港萊鵝發展鼓勵不對 這個文汪山這個起座中文量 台北市長蕭良彬搶頭把檔子搭起來 跟東集市議員立委參加台北企家義民坐 菜市遊行 來自專台五十八鄉電的企家鄉親 申辦這個各式各應的造型 像是像加年華會一樣 挑蛋奉飯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承擔 而且跟到客家鄉親 一直挑這樣的擔子 心裡非常愉快 蕭良彬搶獲獎票館 也探機推銷花博 花博我也要在遊行行列 他對手蘇晋昌早前都來過南港 中部成立台會 傳了當一期期間到營造市 蘇晋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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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部外面就是文汪山 這文蘇晋昌培評豪龍斌 各一副 來過南港今年來發展 文汪山現金吃座中文量 是副的各一副 當初如果不要高架 就沒有這種柱子這麼大 那這個路上就可以種大樹 這是水泥柱就可以改為種大樹 該有多好 三節三十幾天 霍龍斌 蘇晋昌兩人 跟立天頂萬萬 都希望百時間 全力穿起 在這裡綜合報道 好